陛下 这是 今日燕王带着楚义 前往了徐帅府上 这是暗卫送来的 什么 徐达阔要死了 不行 这件事应该还有办法才对 天德不能就这么走了 楚义啊楚义 你这家伙还真是死心不改啊 刚刚带来了一点好消息 结果这才多大点的功夫 就又给咱当头一棒 哎 你这小子 把这奏书烧了吧 就当没送来过 这个病 那个也是病 怎么都是病 该死的贼老天 永乐 距离你去就分估计 还有一段时间 要不我给你找点事 干如何 你又想让我去拉摩啊 我可告诉你哈 这回我可打死都不会去的了 放心吧 这次绝对给你找点 有意义的事情怎么样 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你找你大哥 要一座城的管理权 到时候咱用来当做实验点 看看能不能试试 用我后世的一些东西 来试着管理一下 这样你既可以打发时间 还学到经验 而我也能完成实验 这也算是一举两得不适 如何考虑考虑呗 你这是要让我去当个县令啊 我吃多了 有那个时间 还不如跟岳父学学兵法 研究一下练兵之道呢 哎 看来你是不愿意了啊 要不永乐 你给我推荐下人呗 你那些兄弟里面 你看看谁何事当这个院种 不对 当这个先驱者的 院种 好吗 厨艺 我拿你当朋友 你拿我当院种是吧 别激动啊 我刚也就是说漏嘴了而已 你别这么较真啊 赶紧给我想想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行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不过我先说好了 你可别真给人当院种 行行行 你赶紧说说 谁比较合适一些吧 要不就周王诸素吧 对啊 我怎么把这倒霉孩子 给忘了啊 救他了 倒 倒霉孩子 厨艺啊 这老五 你为什么要叫他倒霉孩子啊 周王诸素骂 你们这几兄弟里面 别看你风狼居虚 你大哥有贤明君主之相 但要说起对社会的贡献的话 你们两个加起来 应该都没他多 他之后对医药极为看重 后世不少医书 都有他的改进 或者添加内容 可以医学这一领域 他做出的贡献极大了 就是人稍微 有点儿扯独自了点儿 他老丈人是冯胜对吧 老五的婚事谈 倒是已经在谈了 不过你都这么问了 那应该就是了 要是冯胜的话 那就没错了 你这五弟 在就分之后 一个心血来潮 就从封地私自跑到了凤阳 去拜会他老丈人去了 恰巧这时候 又赶巧地遇上他老丈人 因公高遭猜忌 朝中有人密告他谋反 然后你五弟这一波 说走就走的旅行 就把他老丈人 和他自己都给坑惨了 这是他第一轮被搞谋反 第二轮是改封云南 结果赶巧地遇上了 你大侄子学肖帆 你们俩不是一奶同胞吗 于是给他按上谋反的罪 给从云南弄到 应天府囚禁了起来 然后到了你的永乐朝 也不知道是你肖帆需要 还是你那小老弟儿 又不老是 他又被人按上了谋反的罪 你说他倒霉吧 忐忑一声 前后三次被定上了谋反大罪 你要说他运气不好吧 他三次被按上谋反这么大的罪 都没死就不说了 还加了俸禄 所以称他一声倒霉孩子 也不是不行的 我逃 这位五弟波澜壮阔的一生 都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了 还好这是不需要再次经历了 今天你大哥准备的材料到了 等会一起帮忙做粉笔 回头上课用得到 而且以后我打算开设学堂 不过眼下还得准备最麻烦的东西 教材这才是最恼火的 也不知道我脑子里面还能掏出来多少 你可以去找我大哥 让他给你找一堆的人一起搞 人多了的话 要不了多久就能弄出来了 是啊 一个人是没法搞出来一套教材 但是如果能整一群人跟着一起弄的话 不就快了 永乐你还真是一句话 直接说的我是豁然开朗了 永乐啊 你们家老大胖胖也差不多三岁了吧 过两年我也带着帮你教教他咋样啊 你赶紧合计下要个老三 到时候我帮你全程带出来 如何 你直接说你想干嘛 没我没想干嘛啊 我这不就是想着 找个一波传人吗 万一将来我挂了 还能有个人把我的事业干下去什么的 我就挺喜欢你们家铜豌豆的 没想干什么 我信你个鬼哦 二哥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老四 你来了 他这是自作自受 现在 父皇还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削了他的藩王之位 然后终生全进 今天过来是来给熊鹰上课的 顺带的找你商量点事儿 那正好啊 熊鹰和老十二最近天天腻在一起 我这就让人去把他们叫来呗 行 把他们叫来吧 今天来 除了给两个小家伙上课 还有想找你借点儿人 我想重新编写一套教材 一套尽可能贴近 我所认知的东西的教材 你看看这事儿能搞定不 嗯 这个没问题啊 你若是能留下一套教材的话 那可是旷世奇功啊 绝对是咱们整个大明的规模 好了孙儿 赶紧去 记得爷爷说的 别告诉你父亲他们哈 好吧 重八 你要是想听厨艺都教什么东西 直接进去听不就是了吗 你这又是何必啊 哎 妹子你不懂 咱在场 厨艺这小子必然有所收敛 咱这就是想看看 这小子是不是教真东西 他要是敢瞎教 咱现在就带孙儿走 不跟他学了 那你偷听就偷听 为啥非要带上我啊 今天因为是第一堂课 所以我们先学一些简单的东西 我们学习的第一项 就是拼音 拼音它的作用 其实就是给我们所使用的汉字注音 我们华夏大地 地大物博的同时 人口也众多 因为地域问题 很多地方都存在非常严重的口音 甚至有些地方 过了一个村 就得用一种语言说话 这样的情况 是非常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团结 而用拼音标注一个规定的读音之后 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 去到了另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用一种固定的语言 去和别人交流 这就是拼音存在的意义 而这种标准的读音 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普通话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明确地传递自己的命令 有的时候 一字之差有可能会让一句话的含义 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如何 处义教的这些东西 还可以吗 可以 什么可以 这就是小儿科的东西 咱先前也想到了这个问题的了 就是没想到怎么解决而已 而且 它这也不是它自己创造出来的 那是和前人学的 不算本事 咱们接下来要学习的东西 就是数字以及算术符号 下课后 黄爷爷 你看熊鹰乖不乖 都没有告诉父亲和老师他们 黄爷爷 你就在学堂外面偷听的事情哦 黄爷爷 你怎么了 是熊鹰做的不对吗 黄爷爷 您这是怎么了 眼色怎么越来越难看了 好家伙 堂堂大明 红武大帝 居然在外面 听墙脚 这还得是您了 可可 那个 别听孩子瞎说 咱也是刚到 刚到而已 黄爷爷 您记错了 您是和我跟十二叔 一起来的才对 熊鹰乖 别说话了哈 黄爷爷一会儿带你去抓鱼 我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